如今正值深春 但咱们国内很多地方气温已经来到了30多网上 没有空调电波扇照顾 估计已经要热死了 而咱们的邻居印度那里正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今天邱哥就来大家了解了解 印度是热起了要命的国家 这才四月中学 春天还没来得及说再见 夏天就带着镰刀来收割印度人的生命了 前不久 在孟买的群众集会上 猛烈的日光直接晒死了11个人 事实上不只是今年这样 去年乃至前年绵绵如此 每年都说遭遇百年来最热气温 每年都要打破上年的最高温度 从2010年至今 因为极端高温天气 印度已经至少死了6500人 甚至美国CNN专家已经得出结论 如果气候得不到改善 印度很多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再住下去就收了 今年的印度热到什么程度呢 正常情况下 印度四月均温应该在30度左右 属于是很热 但是撑得住 但今年四月平均温度来到了38度 连着十多天 印度都高于正常水平 不少城市都达到了史上最高温 甚至有超过45度的 这种极端天气不止人要热死 那些长毛的动物更是活得痛不欲少 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站 几乎每天都要接受一些重熟的哺乳动物 因为全国普遍高温 拉闸限电 成了当地常态 比较印度发电还是比较朴素 75%都采取的火力发电 这也让他们最近煤炭使用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印度不是一个赤道上的国家 它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春天在哪里 印度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印度已经持有好几年 都没有经历过春天 当地越来越热的天气 只要有汉线的动物都能感受得到 天上飘荡的热死亡魂也昭示着 印度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 但它为何如此引热 毕竟它又不是赤道国家 这首先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 印度在南侧亚大陆的位置 使得它与东南亚天然隔离 要吹到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天然空调 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寒潮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就被堵上了 印度只能依靠南边的印度洋 稍微调节一下自己的气温 在3-5月海风不吹拂的季节 印度西部地区将是一片大汗 炎热干旱的气候 急易造成脱水等伤力问题 热浪造成的死亡在这段时间也是最多的 到了6-9月份 季风带来丰沛降水 虽然可一定程度降温 但更多情况下是难以忍受的闷热 除了气候原因 印度还面临着人口过多 城市化发展过于迅速 和城市污染过于严重的发展问题 作为一个马上晋升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家 印度大量人口不仅造成资源紧缺和竞争激烈 也使得城市过于拥挤 无论是魔剑接种的人群 还是堵在路上的车流 都无疑增加了城市热倒效应的影响 此外 印度严重受污染的空气 不仅会对呼吸系统造成损害 也会吸收太阳辐射 导致地表温度的增加 导致本来就热得快的天气 更是热得快炸了 这样的高温会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呢 亚洲正在经历一场最严重的四月热浪 而印度首当其冲的热死了人 对于印度梦买这11位遇难者 当地政府也是高度忠实 向每位受难家属赔偿了约4.2万元人民币 印度人命确实不值钱 热浪在世界的杀伤力是极为惊人的 就算是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 也是无可避免要成批成批的死人 而印度更是热浪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2010年至今 官方数据是热死6500人 而众所周知 印度喜欢报喜不报忧 只会汇报被公众曝光的东西 保守估计死亡的人数 很可能比这数据高得多 更可怕的是 这样一火寻常的高温 带来的各种不可逆转的终身伤害 不管是对心血管还是呼吸道 免疫功能还是精神健康 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此外高温环境也会使得 印度的劳力工厂不敢开工 学校不敢正常上课 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还会增加很大的能源需求 社会贫困和不安定现象也会有所增加 如今 印度梦马埃多索中小学已经停课 工厂们也在观望上面的态度 毕竟谁也不想担责任 在炎热天气的影响下 人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极不稳定 导致各种社会冲突问题 事实上不止印度 隔壁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在同一时间也达到了43度 泰国达府的气温逊距高达45度 上节如同正丧的 靠近点 再靠近点就会爆炸 待久点 再久点 就会融化的程度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让你发财挑手 给大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